清代刑法一战红有多残酷,为何感觉受到此行的嫔妃都活不久? 在遥远的古代历史中,周朝是一个承载着传奇和谜团的时代,当时的君主们不仅在建立国家的同时,设立了朝廷来管理国家事务,更在权力与地位的追求中,构建了一套私人的后宫制度。 随着岁月的流逝,这种后宫制度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复杂而完善的体系,成为君主们展示权威和延续血脉的象征。 皇帝们的后宫成为了帝国的一部分,而在封建社会中,后宫的女性们则成为了整个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在秦朝时期,随着六国被灭,其余国家的后宫成员被迫臣服于秦朝,除了秦始皇的母亲赵太后,其他后宫女性并没有太大的名声和影响力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后宫制度在西汉时期经历了一些修改和调整,以前后宫女性甚至被授予了爵位的封号,而在东汉时期,这个制度仍然被延续和实行。 回顾这个古老的后宫制度,现代人不禁为之则舍,在如今的一夫一妻制度下,我们已经习惯了与配偶之间的平衡和和谐。 然而,在古代,无数妇女被归属于同一个人,这种情景让人难以想象彼此如何能够达到平衡与和谐。 在古代的后宫中,妃嫔们为了争夺皇帝的青睐,采取了各种手段,形成了一个充满勾心斗角和背叛的残酷竞争场所。 这一情景实际上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缩影,展现了人们为了权利和地位而不择手段的一面。 后宫中的妃嫔们来自各个阶层,有些出身显赫,有些却生活在贫困之中。 然而,进入后宫后,他们的身份地位变得微不足道,一切都需要按照皇帝的意愿来行事,而他们的地位取决于能否赢得皇帝的宠爱。 每一位妃嫔都追求着独占皇帝的心,为此他们竭尽全力展现自己最美的一面。 他们修炼音乐舞蹈,文采才情,精心打扮和修饰自己的容貌,力求在皇帝眼中成为独一无二的存在。 每一天,他们在后宫的住所里,通过诸多细致入微的行动,展现出他们对皇帝的无尽温柔和关爱。 然而,这里的竞争异常激烈,妃嫔们为了抢夺有限的资源和特权地位,不择手段的互相对抗。 他们以美人计、诡计和勾结为手段,相互陷害和背叛,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谋游戏。 有一和仙人在这个残酷的环境中变得脆弱而珍贵,几乎每一刻都可能崩溃。 在宫廷的权力斗争中,当某位妃子赢得了皇帝的宠爱,她的地位必然引起其他人的嫉妒和不满。 这些宫廷女子开始联合起来,采取各种手段对她进行打压,力图使她逐渐失处。 退出皇帝的视线,这是后宫妃子们为争夺地位所不得不采取的手段。 尽管有些手段在现代看来可能毫无意义甚至残酷,但在那个时代的后宫妃子们看来,这只是无奈之举。 在这残酷的权力游戏中,还有一种手段被称为一丈红,被后宫妃子们广泛使用。 这种惩罚方式只有皇帝、太后、皇后以及地位在正二平以上的妃子和太子妃才能施行。 她彰显了后宫竞争的残酷程度,实施一丈红的方式是取一块两寸厚,无尺长的板子,狠狠地抽打女犯的腰部一下,直到筋骨折断,血肉模糊,因此得名一丈红。 在古代宫廷剧《甄嬛传》中,华妃采用残酷的一丈红形,惩罚那些威胁她地位的妃子。 这一刑罚给受害者带来了难以避免的伤害,尤其是在医学技术不发达的时代。 一丈红不同于现代手术的修复性作用,而是对受刑者的身体造成了永久性的损伤,人体的结构主要由骨骼和肌肤组成。 一丈红这种残忍的刑罚,不仅造成外表皮肤的创伤和损害,还导致了鲜血四溅的伤口,用这样的刑罚来形容对受害者的伤害并不为过。 在缺乏现代医疗技术的年代,这种刑罚对受害者的影响是无法逆转的。 经历了一丈红的刑罚后,妃子不仅面容受到了巨大的影响,还遭受了肌肤的严重损伤。 这样的伤害对妃子的身体和心理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,皇帝可能因此对兽型的妃子冷淡,更为严重的是,这种刑罚对骨骼和筋肉的伤害是不可轻视的。 正如古人云,伤筋动骨须百日残余,一丈红无意会对妃子的身体机能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。 妃子们的兽型不仅是肉体上的折磨,也是心灵上的煎熬,每一次刑罚都像一剂惨烈的鞭挞,让他们的自尊心和尊严受到摧残。 华妃利用一阵红刑,向那些挑战他地位的妃子发出强烈的警告,同时也在心理上施加了无形的压力。 这种残忍的刑罚让妃子们害怕和恐惧,他们生活在恐慌和不安中,时刻提心吊胆。 妃子们不仅要承受身体的痛苦,还要面对来自宫廷内外的指责和唾弃,他们的外貌被毁坏,被颁保的伤痕所覆盖,再也无法恢复过去的容颜。 皇帝的宠爱也离他们渐行渐远,他们变得孤独无处,身陷绝望之中,在宫廷的斗争中,妃子们不仅要与他人竞争,还要与自己的痛苦做斗争,承受着身心的双重折磨。 那是一个医学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,对于那些被判刑的人而言,他们注定要面对可怕而凄惨的命运,没有例外地走向死亡。 那个时代的残酷无情,医治手段有限,几乎没有人会为那些已经失宠的人付出巨大的代价。 一旦遭受刑罚,他们不仅面临着皮肤感染和发炎的煎熬,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肉体和骨骼会被严重摧毁,行动能力也会彻底丧失。 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,他们注定只能独自躺在病榻上,默默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。 对于那些受害的宫女们来说,面对死亡已经成为了不可避免的结局。 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,尽管在明清时期没有确凿地记载,但在一些小说中,提及了一种名为一帐红的刑法。 这足以证明后宫的竞争是多么的激烈。 作为古代天子的妃嫔,他们必须忍受这种残酷的对待。 这张显了天子对于后宫的态度,只关注自己的需求,只在乎他钟爱的妃子,对于那些他不在意的妃子,他毫不顾忌。 然而,他是否曾经想过,或许是他们自己试图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 在那个年代,后宫中的命如同风云变换的知己,千丝万里的纠葛与争斗交织其中。 宫廷中众多宫女们的生活,充满了无尽的辛酸和波折。 有人以美貌被宠爱,享受着皇上的宠幸和荣华富贵,而有人责备冷漠至极。 人为后宫的孤方字上,有许多历史专家,或者一些专门研究清朝的历史专家曾经说过,说清朝是一个很特别的朝代,他不像其他朝代,或多或少都出现过昏庸无道的皇帝。 清朝一共出现了十二位皇帝,但是没有一个是昏君。 我觉得这话理解得非常不客观,而且可信度并不高,因为那些历史学家大多是依据清史稿来研究的,清史稿并不像其他正式,都是由后朝编写前朝的历史,而是由满人自己修转的。 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,所以不可取。 比如同志皇帝,由于和母亲慈禧太后的权力冲突,导致他极度地放纵自己,并且经常出宫私毁,最后染上了花柳碧。 年仅十九岁不止身亡,他的父亲贤丰,其实也是一位私生活非常糜烂的皇帝。 贤丰是清朝最后一位秘密立储的皇帝,也是最后一位掌握实权的皇帝。 因为在他之后,清朝朝政完全掌握在慈禧的手里,相比于其他皇帝,贤丰在位期间确实表现得不怎么样。 清史稿和清史录里记载的贤丰是历经图治,感应消失,秦求上廉,俊烈丰功,日新标别。 然而前文已经说过,这些史书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,并不能作为依据。 而在《一切野史》的记载中,贤丰不仅好女色,而且更好男色。 清朝野史大观中有这样一段记载,是《雏陵朱连分者》,貌为朱连冠,善昆去,歌后交瘁无比,且能作小诗,公开访,文宗必知,不识传道。 这位朱连分是昆去有名的淡爵,乃是清朝同光十三爵之一。 贤丰迷恋朱连分,经常将其诏入宫中,谁知这位朱连分还有一位当御史的乡号。 此人得知之后,经常写奏着讽刺贤丰夺其所爱。 除此之外,圆明园总管世家还记载,贤丰在圆明园里豢养了四位绝色女子,分别是杏花春、武陵春、牡丹春、海棠春。 这四位女子又被人称作四春娘子,当时的清朝已经开始衰退,而贤丰并没有想过历经图治,怎样去挽救这样的局面。 反而整日饮酒做了,放纵自己,终于透支了自己的身体,去世时只有三十一岁。 纵观贤丰帝的一生,刚即位时他还是比较努力的,然而他发现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,自己已然无力回天,索性躺平罢了,从此开始沉迷酒色,再也不问正事了。 这些事情,在满人所编写的轻事稿中,根本不敢编写进去。 晚清一场残忍的宴会,八大将开心赴约,却无一人生还。 在清朝初年,八戚王军以无敌的声友傲视中原,无论是战斗还是攻城,他们总能轻松取胜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们的龙光逐渐暗淡,堪称一败涂地。 王军原本庞大而强大的队伍,竟然被起义的农民军轻易地攻克。 而在这些农民军中,有一只最为耀眼,那就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。 洪秀全领导的这支农民军队,凭借着对清政府科正和繁重税收的深深愤怒和激情,迅速崛起。 他们回事北上,与清军展开了殊死搏斗,每一次战斗都以太平军的胜利告终。 清军溃不成军,败兵如山。 洪秀全的军队勇猛无畏,似乎拥有无穷的力量。 他们用胜利的步伐踏碎了清朝的威严。 随着农民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,洪秀全产生了组建政权的愿望。 这样的报复在农民军中极为罕见,却是太平军独有的特点。 他们并不满足于简单的反抗,而是渴望建立一个全新的政权体系,改变人们的命运。 这种远见和决心使得太平军在众多农民军中脱颖而出,成为最具希望和影响力的力量。 太平军的兴起,引领着一个更加庞大的政治实体太平天国。 领导者洪秀全崇尚着反抗清政府的理念,其领导地位也使他成为太平天国的核心人物。 然而,洪秀全和他的同伴们出世于农民阶级,虽然富有勇气,但却难以跨越小农社会的阶级限制。 因此,太平天国政权逐渐发生了变质。 从最初的团结和谐,逐渐演变成了内部的权力斗争和私利争斗。 内部的纷争不断蔓延,使得太平天国政权岌岌可危,宛如摇摇欲坠的高楼大厦。 更加不幸的是,洪秀全逝世后,太平天国内部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,就在外部威胁尚未来临之际,内部的冲突就已经矛盾激化,不可收拾。 内部分裂导致太平天国的政权岌岌可危,只有李秀成带领的一部分,仍保持着顽强的抵抗力,而其他残忍势力几乎全都溃不成军。 尽管李秀成依然具备战斗力,他却孤立无援。 清军的大举进攻,让他感到无计可施,深刻认识到局势的严峻,李秀成已经做好了舍身取义的准备,然而他万万没想到,清军统帅李鸿章并没有将刀刃对准他。 李鸿章的意图让李秀成感到意外和困惑,他不见暗自猜测着李鸿章的动机,李鸿章心思敏锐,甚至与李秀成硬碰,将导致两败举伤,而自己也难以获得任何好处。 因此,他决定放过李秀成,将目光转向首辈薄弱的苏州城,此时的苏州城仍残存着太平天国军队,由八位将军共同指挥,这座城市的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 虽然城内的防御体系存在,但远不如李秀成那样强大,这也成为了李鸿章的首要目标。 他的队伍展示了一些强大而新进的武器,发起了一次小规模的进攻,这给苏州城带来了巨大的震撼,他利用这种恐惧心理,迫使他们屈服。 之后,李鸿章亲自动笔,撰写了一封劝详书,并派遣探子将其送给苏州城。 劝详书上,李鸿章以诚挚的语言,表达着共同身为中国人的情感,他指出战争带来的损失不仅限于双方,强调真要发生冲突,苏州城将会遭受更大的伤害。 他指出,他们亲眼目睹了他们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,虽然在战力上占据优势,但只要苏州城投降,不再顽抗,一切皆可商业。 他保证,士兵的生命和城内的妇孺将得到保护。 这封情真意切的劝详书,深深触动了八大将的内心,他们已经筋疲力尽地应对了战争的残酷,同时他们也真心关心着自己的手下士兵。 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,八大将做出了一个艰难而又明智的决定,他们选择了放下武器,准备与李鸿章的队伍展开和平谈判。 双方经过艰难的交涉之后,最终确定了一项旨在和平解决纷争的议和流程。 在此背景下,李鸿章派遣使者向城中的八位将军郑重发出邀请,邀请他们明天参加和谈的盛宴,并诚挚地等待他们的到来。 当八位将军决定妥协并参加李鸿章举办的和谈宴席时,他们都穿着盛装,兴高采烈地准备出发。 然而,他们万万没有想到,这个看似和平的宴席会变成一场危险的鸿门宴。 而他们作为将军中的领导者,却会成为最先丧生的人。 在宴席上,李鸿章命令手下人在八位将军的饭菜中偷偷下毒,将军们快乐地享受着盛演,欢声笑语之间却毫不知情。 然而,当他们终于察觉到不妙时,已经为时已晚,他们的性命岌岌可危,这使得他们后悔莫及,却无力挽回。 这场和谈宴席原本应该是一次双方和平协商的机会,但李鸿章却利用了这个机会,轻而易举地夺走了八位将军的生命。 他们曾对手下的士兵保证,在和谈之后,大家的性命无忧,然而,却是他们自己先丧虐了。 李鸿章的计划并不止于夺取领导人的性命,他冷酷无情地妄图夺取城中七万士兵的生命,伪装成八位将军的名义。 他下令将所有士兵集结在城中,就像将饺子包进一起那样。 一旦士兵们被聚集在一起,李鸿章轻而易举地下达命令,让他的手下包围他们,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攻击阵势,使对方无法还手。 对于八位将军和七万士兵的生命,李鸿章毫不手软,他手下只有四万兵力,实力上绝对不及敌人,因此他决定采取彻底措施,确保没有一点后患。 整个事件中,八位将军的遭遇最令人唏嘘。 他们本应欢快地前往宴会,然而却毫无预料地陷入了李鸿章的圈套。 没有一位将军能够幸免于难,他们个个都被杀得毫无还手之力,城中的血腥悲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 七万士兵,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曾怀揣理想,希望能为国家和家人做出贡献。 然而,他们最终却无辜地成为了李鸿章全谋的牺牲品。 他们的生命被无情地夺走,家人将永远无法再与他们相聚。 这次是李鸿章的牺牲。